這是墾丁國家公園南邊 俄蘭比方向海岸的景觀 墾丁有非常美的海岸 有各種的礁原地形 也有很棒的沙灘 墾丁除了有風景優美的海岸之外 也是台灣潛水客的天堂 墾丁的主要潛水點在後壁湖港口附近 另外還有河界、萬里銅等地 後壁湖附近的潛水點 有豐富的珊瑚礁及漁群 非常適合初學者 下水時要把浮地背心的空氣 慢慢釋放 這樣子人才會往下沉 還要看著潛島 也要跟著它的步伐走 這裡是軟珊瑚區 這是全台灣周邊 珊瑚、珊瑚礁最豐富的一個潛水點 這裡的潛深大約七、八米左右 在這邊潛水最大的樂趣就是 貼著珊瑚礁的上方 沿著它滿滿的油 你可以觀察到珊瑚礁裡面 還有很多魚或者其他的小生物 想要貼著珊瑚礁油 要有非常好的中性浮力 浮力的調節是經由調節浮力背心 跟呼吸來控制 這個帥哥是來參加體驗潛水的 體驗潛水的通常他都沒有證照 有一個教練專門帶著 他會幫你控制你的福利 第一次潛水的人 看到了那麼多珊瑚礁跟魚群 都會非常的興奮 這位潛倒是一位身材秀長的美女 如果你有看到有人穿比基尼在海裡面潛水的話 那都是騙人的 因為海水的水溫只有23到25度左右 一般人不穿防寒衣 很快的身體就會失溫的 發現了一個好大的珍珍磅 但是裡面沒有珍珠 一個珍珍珠很特別 潛水的時候帶一個手電筒挺方便的 但是呢 如果一隻手拿手電筒 另外一隻手還要操作那個相機的話 基本上會手忙腳亂 我們就有一個風格 因為水溫水 可以做到一個水溫水 很多一次 有一個水溫水 都損得了 就是 出陰火 可以放置 那些水溫水 有很多水溫水 就是 從這兒 小丑鱼非常讨喜,常常会躲在软山湖里 所以在软山湖外面逗小丑鱼,挺有趣的 这里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大山湖 前半门都围过来要照相 他可能受到惊吓 几个人围着他可能觉得很紧张吧,准备要逃了 潜水客游得再快,都不可能追上章鱼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鱼类 福利背心慢慢充气,要准备上岸 喝点水休息一下,等一下还要再潜一次